是求下列各组中两点之间的距离为何 第一小题 A的坐标是3 B的坐标是-4 第一小题呢 我们要求AB的距离 因为它是在竖线上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两点的点坐标相减之后取绝对值 所以我们用A点的坐标减掉B点的坐标 3减掉-4再加上绝对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7的绝对值 那这样距离就会等于7 第二小题 P点的坐标是-8 3 Q点的坐标是-3 -9 那PQ之间的距离呢 我们就要用到两点之间 两点之间在平面上的距离 所以我们带距离公式 根号 好X相减的平方加上Y相减的平方 好X坐标-8 减掉-3 所以-8 减掉-3 就变加3 好那Y坐标呢 是3 减掉-9 所以就是3加9 -8加3是-5 -5的平方呢 是25 而这边3加9是12 12的平方 144 25加144 根号169 开根号的话呢 就是等于13 所以我们PQ之间的距离 就会等于1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